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 现在外面是零下37度 昨天呢 有一个朋友呢 他问我,他说大海 他说你家乡这么冷个地方 这几天都能达到零下40度 你们当地是养鸡,养牛,养鸭 还有养羊什么的 就是高养殖的 他们都是怎么养的 就是这么冷个天 像那个羊啊,鸡啊,牛啊,什么的 能不能冻死啊,他就问我 完了,说这个 说养这些东西的成本 你花多少钱 完了,市场它能卖多少钱 然后呢,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子啊 咱们今天呢,先去看这个 鸡和鸭子 因为那个鱼鼠,就是 我们当地有一个常年采山货的 他吧,就养鸡鸭 还有鹅 完了之后呢,咱们上他家 让鱼鼠给介绍一下子 看看他是怎么养的啊 完了,等到这两天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地养牛,还有是养羊 他是怎么养的 能投入多少本钱,能卖多少钱啊 咱们现在去鱼鼠家 我到鱼鼠家了 我向大家来看看啊 咱们看看这个鸡 东仙,他是怎么养的 哇,真滑呀 鱼说,在家吗 在家呢 啊,我,大宝 我那个,看看你家这个鸡是怎么养的 我让你给介绍一下子 我把水滴着啊 滴着水干啥呀 可以,他们就喝 他们喝水哈 今天一样鱼鼠啊 完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看看他这个我们当地 你养的是鸭子是吧 连鹅鸭子,那个还有鸡 那个鹅鸭子,你还有鸡 完了,他们放在一个棚子里给养了 对对对 看看我们当地这么冷的地方 看这个冬天,这个鸭子跟鹅 它是怎么给,怎么生活的 那鱼说走吧,把那个窝打开给我们看看 对,咱们看看啊 这个棚子吧 就是,里面太,太,太,太养鸡鸡的说 对,我看这个棚子左右 是啥的,是塑料布盖的 对,塑料棚 行,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棚子啊 在我们这块,你养殖啊 冬天,给用塑料布搭个棚子 这几层啊 两层 外面一层塑料布 里面是啥 里面有栈子 这个里面的白布是栈子 对对对 打开 这外面整个大门帘子 等一会儿,大家看见了吗 这里面热呀 热完这块都上霜了 看这儿 还有锁哈 这水里面都有冰了 对,太冷了 我看这个有冰吗 有 看我看看鸡下不下辣 行,你看里面看看啊 完了,咱们先看看这个上面这个棚子,大家看见了吗 我看 在我们这个地方吧 这个啥呢 这个鸡 那鱼竹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不是 这个是24小时给打的吗 这个 打他去两小时就端了 不是 这为啥 就打着它就怕蛾啥的冻死吧 对对对 怕蛾是冻死哈 大家看看啊 这只鱼竹它养的蛾 还有鸡啥的 下了蛋 天晚了 天天晚了 天天晚了 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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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 你看看 走拿外面看看,来 大家看见了吗 看我们这边 这个冻冻 哎,那鱼竹 这个这个鸡蛋现在已经冻上了哈 待会看看啊 给冻冻了 你说这多冷吗 不是 我问一下了 他们不说这个 咱们这个寒冷地区 这个鸡冻冻冻 它不是它不下蛋吗 它为啥它有鸡 它下蛋呢 它暖和 有时候这个屋里头 你这意思说 里面有 有有有 有那个 有太阳能 有太阳能 不是 那个它 它叫啥了 这叫电 你买那个 就是电热器 是这一种太阳能 太阳能是不是啊 完了那个鸡 还有那个鸭子 每天趴在这个太阳能边上 完了一热它都能下 对对对 那鸭子它下吗 嗯 鸭子不下了 就压了不下 就完了就鸡 这下一个 鸡是偶尔下一个 啊啊啊 嗯 大家看一下吧 这鸡子 这还能吃不 八块也行啊 动 那个我还有个事问你哈 就是咱们这个冬天呢 一般这个就养鸡 养鸭啥的 一般都喂什么东西啊 嗯 卖麸子 这卖麸子 爆面 爆面 豆腐渣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喂啊 事先给它磨碎了 还是事先买现成的 买现成的 买现成的 那个给泡水吗 不泡 就是豆渣一会儿 那个擦麦腐渣旁边一户 完了往里饭那就行吗 对 这一盐你喂几遍 一天一大盆一盆 一盐喂一盆 对 这一盆喝多少钱呢 成本呢 哎呦 咱们这麦腐渣得多少钱一袋 麦腐渣是110一袋 110一袋能吃多长时间呢 能吃多长时间 吃不到多长时间 能吃一个月吗 也就那样 嗯 那一个多月的话成本的话 那也就是那100多块钱 对 就是这些你所有的东西它一起吃吧 你养这些 对 现在有几只啊 十六个大鹅是一个鸭子五个千亩鸡 那一个月成本就一二百块钱 哦 二百块钱吧 哦那也行哈 像你这个大鹅养完了以后 这一只能卖多少钱呢 哦 四家位都说二百 一只是二百 那个鸡呢 鸡 鸡一一百五 鸡一百三只一百五 完了鹅是二百 对 这个东西都好卖吗 咱也不能卖 那个鹅等开出嘛 不是不是 我就说给市场要养殖的话 都好卖吗 这个 这个鸡就好卖 就是二百一只 完了你要想卖 对不对 就全部都能卖出去 对对对 哦 哦 他们老子都定了 也不能卖 那你这是干啥的 这是夏天 夏天跑着这个 下蛋 五个跑着下蛋 跑着给下蛋来的 对 下蛋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呼伦贝尔大羊皮 这个羊皮呢 都是一整张大羊皮 输出来的 看看有多大 看这后面 没有任何接的地方啊 大家看看 都是一整张皮子 熟出来的 有很多朋友问 我是不是接的 我跟大家说 这没有接的啊 就一张皮子熟出来的 这个毛呢 非常的厚 大家看看 这毛 这个垫子最适合干啥呢 这个垫子最适合呀 就是给老年人当床垫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躺在上面 他这个腰啊 还有腿啊 能热乎的一宿 完了 当那个车垫子也可以 就是当车垫子 当床垫子呢 最好是外面啊 给他砸一个套 就像那个床单的背套似的 完了 给他套上 买他了以后呢 洗一套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东西吧 它是存皮毛液体 存皮毛液体清洗的时候呢 只能干洗 不能随洗啊 完了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收到了以后 用不用洗洗啊 我跟大家说 不用洗啊 这都是厂家 都已经梳好的了 都非常的好 直接用就行了 这个东西最怕啊 就上面这个毛埋下了 埋下了以后呢 就得干洗 所以说做一个套 完了 然后洗一套就行了 这位子这个皮子都不用洗了 看着多好 我拿起来 我让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这大羊皮 看这羊皮 毛老厚实了 大家有想要着呢 就是点击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可以了 完了之后呢 我用最快的速度 给大家给邮走啊 每天发货 大家看见了吧 刚才鱼叔说了 养这个鸡鸭鹅 就是棚子里 就那些 一个月花个有200多块钱 但是吧 这个鱼叔是咋养呢 它是冬天 它花钱买 完了夏天吧 就是我们当地 能种菜的时候 它就整点什么白菜啊 整点上山 是是是 是整点那个鸡吃的 什么草啥的 拿回来就那么那个 那个给喂它 所以说夏天吧 成本低点 冬天能高点 它养这些东西吧 它一是为了吃鸡蛋 就吃蛋 它卖蛋 我们这边这个鸭蛋呢 我们这边这个大鹅蛋呢 是五块钱一个 就是当个买 完了它那个鸡蛋啥的 它都是自己吃了 完了剩下这个鸡呀 鸭呀啥的 他等到想杀的时候 他就给他家小孩给悠走了 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区吧 现在全是剩岁数大的了 他家孩子啥的 考上大学都在外地 所以说自己养点鸡鸭鹅啥的 到时候到冬天 最冷的时候 给他杀完了以后 给他一动 全部给悠走了 呃 完了大家要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给留言 然后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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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